上岗苏宁握手言和,和赛前一天的前瞻预测完全相同,江苏苏宁真的在主场,完成了对上海上岗的阻击,0比0,确定烧将的上岗连赛5连胜的势头,在南京奥体中心被终结, 领先恒大的优势从4分变为2分,争贯的全面,重新回来了,一切的结局,就将在11月3日的广州天河,埃尔克三下玉阳笑天在比赛中拼抢,本文图片新华社时隔十轮比赛上刚在贝林峰特谢兰的船中击中盲身抄手臂,裁判没有判法点球,吕文轩的投球破门背叛越位, 但门镜头也无法准确给出吴磊是否阅位的答案,进入下半场,双方各有进攻球员倒在了对方禁区内,但裁判依然拒绝判法点球,苏宁主场和上岗的比赛,出现了多次有争议判法,却没有出现点球,0比0的比分,一直被保持到了中场, 这也是上岗时隔十场比赛,以来没能取得进球,再和上一次在大连遭遇的榜级却战不同,这一次苏宁靠着有势的攻防让上岗的无功而反,吕文轩的投球破门背叛越位,这场比赛非常精彩,双方的表现不错,拼尽十足,我们也非常努力创造得分机会,试图取得进球,苏宁也是一样, 但最终没有取得想要的三分,非常遗憾,但我们还是会保持斗志,努力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主教贝利普代气停散的主帅佩雷拉完成了现场指挥,他认为球队的防守不错,抵挡了对方特谢拉和埃德尔的进攻,至于最终平局的结果,不能用胡尔克,赫冠和鱼海等主力球员,不能出场作为借口, 卫长王胜超则表示,球队多民主力缺席,导致后防线人员调整也比较大,依上来不太适应,变着导致了场面上的被动,但我们也创造了不少机会,可惜没有把握住,无论如何,比赛都结束了,回去好好总结,准备下一场比赛,苏宁队员特谢拉该球突破,苏宁改变了冠冠格局, 在向前无法进入驾观区域,且早早暴起的情况下,苏宁主场并平上岗,算是帮了恒达一个大忙,但不管是赛前还是赛后,苏宁主帅奥拉罗游,都不愿意过多设计帮助恒达这个话题, 曾经和卡纳瓦罗加尔阿赫利俱乐部共事的罗马尼亚人,只是从本包角度分析着比赛,对于平局他也不是特别满意,他认为球队还可以做得更好,非常艰难的比赛, 对手实力很强,赛后回到更衣室,我对比赛结果并不是特别高兴,我们有很多好的机会,可以拿下比赛,我们展示了球队的个性和任劲, 怕来他又成为本场苏宁防守核心人物,此前上岗已经领先恒达四分,恒达哪怕胜于比赛全胜,要想最终夺冠,还得指望有球队能够阻击上岗, 现在这场赢比赢,那把守两强的积分差距回到了两分,11月3日恒达将在主场赢战上岗,这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天王山战役, 对于冬冠这个话题,王山潮还算是比较坦然,无论恒达是输是赢,都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打好接下来的比赛,冬冠的主动权还在我们自己手中, 关键是自己能够有好的发挥,其实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打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 我相信靠我们大家的努力,今年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无期中,杨孝坚所与吕文军在比赛中争顶, 暴起争挂,生死一瞬间斑文联赛过后,中朝就生下最后四场比赛,出去双方一场直接对话, 恒达和上岗哥生下三场比赛,双方直接交锋前,恒达做客贵阳,上岗主场打主呢, 倒数第二轮,上岗主场对北京人和恒达客场挑战重庆,联赛最后一轮, 恒达主场打太达,上岗做客战权剑,从赛城来看,争挂某种程度和暴起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中超最危险的三支叫击球队是21分的贵州,25分的剑夜和重庆,天王闪战以前, 恒达就站做客迎战横峰,在联赛还剩下最后四场比赛的情况下,副班长贵州必须抓紧一切可能上岸的机会, 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机会去进行保留了,联赛都数第二轮,恒达做客重庆的比赛也很微妙, 届时重庆提前上岸的可能性不大,主场也必须拼命拿分,联赛进入收官战的时候, 有时候保吉区球队,反而能够爆发更大能量,除了贵州,重庆和河南外, 两支天津球队,现在积分为28分,只逼保吉却多了3分,也需要为保吉而战, 联赛收官战上岗和恒达正好和两支天津球队交锋, 一旦真冠和保吉都要靠这两场比赛呈现,那真的是中超联赛历史,上南得一见的盛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